新闻来源 国际财文会 美东时间11月16日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 9月份海外持有的美债总量减少1,016亿美元 降至5月以来最低水平 结束了连续三个月的增加势头 截至周四收盘 美债收益率全线走低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跌7.2个基点报4.85% 三年期美债收益率跌8.9个基点报4.592% 五年期美债收益率跌9.8个基点报4.425%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跌9.4个基点报4.441% 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跌7.5个基点报4.62% 中国连续六个月减持美债 日本九月减持285亿美元 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日本九月持仓减少285亿美元 至1.088万亿美元 为四个月以来首度减仓 中国大陆仍为美债第二大海外持有地 中国九月所持美债减少273亿美元 至7780亿美元 为连续六个月减持 TIC数据还显示 在前十大美债持仓最多的国家地区中 九月仅有四个增持美债 总持仓排名第四位的卢森堡增持78亿美元 为增幅最多 总持仓排名第三位的英国减持292亿美元 为降幅最多 总体来看 九月外国对美国跨境投资的 TIC总流出额为674亿美元 其中外国私人部门的 TIC净流出额为621亿美元 外国官方部门的净流出额为53亿美元 海外对美国长期证券投资组合的 总抛售额为17亿美元 这是自今年6月美国旅向两党最终达成协议 避免债务违约后 海外资金首次净流出 与连续前三个月资金回流美国资产市场的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月前发布的8月TIC数据曾显示 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 升至7.707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2.8%至2021年12月以来最高 担心外国投资者正在撤离 在9月份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发布前 多位美联储官员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 出席了纽约联储主办的2023年美国国债市场会议 探讨外国投资者对美债的持有兴趣变化 以及交易活动数据透明度 对维持系统韧性的重要性 道明证券的美国利率策略主管 Gennady Goldberg指出 外国投资者仍在买入美债 尽管市场一直担心外国投资者正在撤离 不能排除随着美国财政资次增加 和政府发展融资力度扩大 外国投资者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退出 这令很多投资者感到紧张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官员 Nadie Young称 美国国债市场今年运行平稳 尽管出现了大幅波动 地区银行倒闭等压力事件 监管机构必须继续增强该市场的弹性 可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 来提高交易量的透明度 并抑制过度杠杆 特别是在非中央清算的双边回购协议中 市场观点普遍认为 美国国债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深度 流动性最强的正确市场 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美国联邦政府融资的主要手段 全球投资者安全的投资工具和对冲工具 也是其他金融工具的无风险基准 和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 而投资者之所以关注美债市场的运行 以及外国投资者对长期美债的交易和持有 是因为这将决定美国政府通过美债市场融资的顺利程度 如果外国投资者停止购买美国国债 美国政府就会受到伤害 因为到那时政府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比如提高利率 但这将扼杀经济 让美国债务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所以如果这个数据表明 外国投资者对美债的净购买量正在增加 那么美国利率将有能力保持在较低水平 反之则在未来很可能需要加息 才能吸引更多买家 也就是会产生货币政策影响